在去年5月发布短片叫嚣着要向我国和印尼宣战的大马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奴里卡玛鲁丁 证实于前天和另外两名大马籍恐怖分子一起遭叙利亚政府军歼灭 大马皇家警察政治部反空组主任拿多阿玉汉指出 三名大马人证实在一场空袭中被炸死 随着三人证实死亡 迄今已有30名国人因为加入恐怖组织而在叙利亚战死 在奴里也是IS分支马来群岛单位的其中一名领袖 他在2014年4月潜入叙利亚加入恐怖活动 来自霹雳的他在去年的短片中带领一批 相信是来自我国和印尼的儿童焚烧护照向马印宣战 和在奴里一起战死的另外两人都来自雪兰娥 他们分别是27岁的沙兹里扎和31岁的阿莫阿斯拉夫 沙兹里扎和妻子在隐瞒家人的情况下 先飞到澳洲打工赚钱 然后再转飞到叙利亚加入恐怖组织 马来西亚前凤报报道 目前还在叙利亚的大马级恐怖成员 已经把在奴里的死讯告知他的家人 据了解在奴里的家人是在星期六清晨接到有关消息 但据说在奴里最后一次联系家人时 已经透露自己可能就要离开人世 NTV7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